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打开心灵的锁食时间。 我们这一个系列专题,道人生导航。 用道来引导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内在有一个妙智慧,是我们的本性良心。 它像一盏明灯一样,可以照亮我们的前程。 它像一个港口,可以让暴风雨或者台风来的时候, 这个船舶可以停靠。 就像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平静、安慰。 那就像在夜里,你走山路的时候, 或者是切的路,在转角处有一盏路灯, 那我们心里就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也有方向感。 同样的,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 刚出生哭了,接下来什么都不懂。 连吃饭都不会,连讲话,连走路都不会。 所以我们一样一样学,一样一样的探索。 但是呢,尤其年纪越来越大了, 对于人生的事情,不管是感情、亲情等等的工作, 有很多是我们学校没有教的。 有很多是回馈这些外在的事情, 回应回来,是我们内在心灵的功课,心理的功课。 要把内在调试好,调整好,才能够跟外在的人事物, 有良好的相处跟互动。 所以,这些怎么办呢? 其实往外去探索,也要往内来追求。 往内,越对自己内在心里的变化,越了解, 也能够越懂得怎么样去调整,去安定我们内在的心。 当内在清静了、清明了、安定了, 往外出来的时候,会更有力量,会更有信心。 好,所以每个礼拜开始,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 邀请大家,跟着后学,我们一起来做静心首旋的动作。 把心静下来,意念守在明示指点玄关处, 然后去感觉一下,心收回来,神收回来, 回到自信本性处,回到我们原神都在的时候。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观自在。 自己在不在?自信佛在。 在就会很自在,不在就很不自在。 中文也很有意义。 如果我们自信佛,自己的主人在,那就很自在。 自己的主人跑掉了,神都晃了,那就不自在。 因为他不在,叫不自在。 不自在。 好,跟着音乐声,请大家跟着后学一起, 我们双手抱合同,放在胸前。 腰杆打折,脚步稍微内缩,肩膀让他自然下垂。 肩膀下垂一点。 好,这个身体才会放松。 头摆正,意念轻轻想着明示指点玄关处, 轻轻想一下就好了。 把万念兼千丝万缕的杂念收到一点处。 调整呼吸,慢慢吸口气。 。 轻轻地浮出。 轻轻声吸口气。 轻轻地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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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堡放兜 拥根绑 缘根棒 调整身体的姿势位置 到一个很平衡很舒服的状态 一念轻轻地想着玄宽的地方 等心慢慢静下来之后 就连想都不要想 不要有任何的念头 连想着玄关的这个念头 走一片一片了 走一片再一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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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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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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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清靜地發泄 好,那我們開始我們這個講述的內容跟課程 為什麼我們的心會無法平靜 有時候是妄念、雜念太多了 妄想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必須我們每個禮拜 聆聽先佛的聖音也好 聆聽我們大德樞紐 還有其他的老師、講師的這些心得的分享 這些學習會一點一點的讓我們把執著 想不透的、放不開的就放下來 那放下就舒服、放下就自在了 就像你手提了一個水桶 一直提著、提著、很酸 這個是有一次仙佛慈悲靈壇 我們在上仙佛課的時候 我們除了周周打開心靈的鎖食 有仙佛來開砂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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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緩和,我們會恢復實體的課程 你可以來參加兩天的仙佛班 會有仙佛的現身靈壇 借三才的身體 就出來跟我們開始講話 開始道理 那有時候仙佛還會帶我們做動作玩遊戲 從動作遊戲中去體會道理 有一次叫大家把手平舉 或者是拿一個重的東西拿在手上這樣平舉 三、五分鐘之後,大家都會發抖了 仙佛就說,會痠嗎?會累嗎? 當然會啊 大家都回答,仙佛慈悲會喔 仙佛說,那如果那麼累 那麼痠就把它放下 那這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舉著,拿著不放 拿著不放,放不下 放下就輕鬆自在了 那我們想一想 其實什麼東西是我們的? 什麼東西是放不下的? 什麼東西是我們的? 前一陣子,英國的女王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他也是非常有福報 然後為這個世界貢獻非常大 那麼他的喪禮,全世界都在關注 那很多媒體都是線上直播 直播到現在你YouTube show 一下 還是可以看到全程的直播回放 其中,當在這個教堂裡面 他的棺木放在教堂裡面 準備要放 他應該是電動的,就會沉下去 要直接 我們中國人是入土為安 可是他可能就是直接放到 教堂的地下室而已 那個地方有一個儀式 簡單的儀式 其中有一個環節 或許是覺得很有啟發性 我們的海洋學院的邱院長 他特別記了這一段 這一段的當時的 這些教會的人員 還是主持人講的話 在棺木 他的棺木也是裝飾得非常莊嚴 非常神聖、漂亮 棺木上面有這個絨布蓋著 有鮮花 還放了三樣的東西 這三樣東西是代表 女王的無上的權力 第一,一個權柄、權杖 他是一個長條的權杖 也都是金碧輝煌 第二,是他的皇冠 上面鑲滿了鑽石、寶石 第三個也是金子做的 圓形的 上面有個十字架 圓形的、球形的東西 有點像可能 後學還沒有去查 也許是象徵地球、全世界 所以這三樣東西 都是非常寶貴 最重要的是象徵的 女王的無上的權力 這三樣東西 放在他的棺木的上面 然後這個時候 應該是主教就講了 現在要請人 應該也是官員 內務 就掌管那個皇室內務的官員 進來 要移除 把這三樣 象徵女王權力的東西 一個是權柄 權杖 一個是皇冠 一個是金色的球 把他從棺木移除 移除之後呢 他就說 這樣 我們的姐妹 他這時候已經不稱女王了喔 他說 移除之後 移除之後 不稱女王了 我們的姐妹 因為它是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的信仰 說兄弟姐妹 將我們的姐妹 伊麗莎白 後面沒有稱女王 伊麗莎白 才會以一個非常簡單的 基督徒的身份 埋葬在地下 墳墓裡面 就類似有一點 他是回歸普通人啊 平民啊 簡單的平民 簡單的基督徒 就是埋葬在地下 那這個有全神轉播 我們把它剪一小段 來跟各位家人前嫌分享 貴為女王 不管你身份多高 到最後也是要放下 全力全部拿掉 就是一個躯體 一個平民 一個平民 好 我們來見證一下 也看一下這個歷史的時刻 非常有意義的一段 有啟發性的 這是他的三樣東西 放在棺木上 好 大家請 好 大家請 the symbols of sovereignty will now be removed in order that Elizabeth can descend into the grave as a simple christian soul 開始拿 那一段 拿的那一段時間比較長 已經拿掉 這已經拿下了 從棺木拿下來 從棺木拿下來 the sergeant at arms and the king's barge master present the symbols of sovereignty to the dean who receives them and places them on the altar of god 野言 這個清潟 d 羊 比較 據講 名oft 消略ue 混去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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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